自己居住的小區環境不好的話讓人煩惱 有時候你的房客也能讓你焦頭爛額 紐約布魯克林的一對華裔夫婦 今年在購買房產時 裡面已經入住了一名房客 當被告知這個房客很快就會被搬走 兩人就放心買下房產 誰知這個房客給他們帶來的麻煩是接種而來 所以記者安心去了解這對紐約房主的辛酸故事 這個坐落在布魯克林南區 背49街上的兩層小樓 本是馮先生和太太連同兄弟 兩家人湊錢購買的 在買房產時 一樓住有一名西義女房客 身有殘疾 不過房產經紀人說 有法庭的搬簽令在 今年3月13號 這名房客一定會搬走 誰知買下房產後 發現這名房客與他的兄弟朋友 不止一人住在一樓 而且以找不到房子為理由 拖了大半年也沒有搬走 也不交房租 馮先生和太太不懂英文 與房客無法正常溝通 只得花錢請律師請翻譯 法官判決10月24號 派法警來勒令房客搬走 然而法警來的當天 馮太沒有想到 證明房客有節外生枝 原來房客找到的是成人保護服務組織 義工對法警說 房客剛做完手術 身體尚未恢復 不能這樣被趕走 這個組織隸屬於紐約州府 是保護老人和不能自立的成年人 確保他們免受虐待和忽視 後來冯先生的律師與該組織溝通後 該組織決定退出 不再出面干預此事 11月12號 法警再次來到這裡 勒令房客離開 這次法警的執行清空命令的過程比較順利 大約只用了30分鐘的時間 大家可以看到 馮先生這座房產 前後已經晃了新的房所 殘疾人通道也被卸下來 準備還給前房客 據鄰居透露 這名有殘疾的房客已於幾天前搬走 當天從房子裡走出來的是他的兄弟和母親 他跟我講 以前他給以前那個人沒有交房 官司終於有了個了結 馮先生和太太都很高興 不過一路走來 他們精神上承受很大壓力 在這期間 所付的律師費翻譯費 加上拖欠的房租 水電 煤氣 維修費 經濟損失也很大 大概有兩萬多萬人 馮先生的經歷也反映出 很多華人房東 都擁有房產的相關法律不了解 遇到這樣的房客 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 在下集的追蹤報導中 記者將拜訪紐約小房東權益組織 了解房東的權利和義務 請觀衆我們的後續報導